原始人自从有了想象后 开始在山枯表面描绘自己的梦境 在浩瀚星空之下 人是格外渺小的 唐卡在无数寄寥之夜 给藏族人带来了安全感 由于游牧文化的特殊性 常年都在荒无人烟的草原中 此时唐卡这种便于携带的画轴 就扮演了一个移动的壁画的角色 藏地创作提倡无我 大多数画师只是沉默的绘画者 因此 我热衷于去寻找藏匿在这些图案或造型上 画师们在极定框架中的 别有用心的自我风格 民间工艺品最美好的地方 便是将藏人的个性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 由于手工工序繁杂 并且对细节要求颇高 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老画师 一年也画不了济富 唐卡却要求画师们严格地遵循度量金的要求 人生不就是如此吗 我们都尽可能地活出自己的与众不同 唐卡是藏文化的百科全书 不同画派又有一套色彩运用体系 西藏宗教 历史 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 凝聚着藏族的信仰和智慧 画唐卡是一种修行 一日复一日的练习 只有做到心底纯净 安宁至极 才能真正参悟 佛家之精妙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唐卡画师们 惊艳了时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